觀眾的留言喔 他在講這個冰淇淋果 這個冰淇淋果在我們洛杉磯好養嗎 有沒有什麼格外注意事項 冰淇淋果好好吃喔 花哥 這個怎麼種啊 是是是 問到冰淇淋果 那我就不客氣的講 這是在我家 種成功五六年了 而且我才種五六年 但是這五六年 每年都升上百粒 而且說真的 五六年前我去大賣場 買一顆也不過30塊左右 那現在稍微漲價 春天應該去大賣場就買得到 可能40塊左右買得到 蠻好送 但是我要跟觀眾朋友真的要提醒 冰淇淋果千萬不要種離黃子太近 因為冰淇淋果是會長像酪梨 會長得兩層樓高那麼高 長兩層樓高 它的根就可能很粗壯 會跑到你第一 跑到彈到黃子的水管 所以第一種冰淇淋果 買到苗很高興 拜託離黃子遠離一點 大概是遠離20公尺以外 你就可以種 然後盡量把它修 每年把它修 讓它保持矮矮胖胖 不要超過一層樓高 然後政治版如此高就好了 那怎麼照顧呢 其實不難 因為 華哥你聽不清楚哦 華哥你現在 中文的名字叫白氏 白氏 叫Sapote Sap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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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它真的 因為在外面賣的冰淇淋果 都是價值也好了 它很小顆就會給你結 所以我記得買了第一年就結二三十粒 然後以後每年都50粒100粒 50粒100粒 這個吃不完的 那蠻好種 尤其像我家現在冬天 樹上有滿滿的花苞了 所以今年的冰淇淋果大概四五月 小米你就可以來我家栽了 因為太鹹我吃不了太多 花苞 那麻煩把花苞照片給我們大家看看 冰淇淋果長出花苞的樣子 哇先讓我們大家流口水一下 如果是華哥的朋友的話 你有口福啦 這個35塊錢的一個果苗 直接長出50顆100顆 真的好划算 又好好吃 長得很快 Sapote有這麼好的一個白飾冰淇淋果 再次感謝原藝達人華哥 來跟我們大家做分享 學到東西了 感恩感恩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拜拜